寻找田螺姑娘 今天是休息日 让我们来看看熊大熊二他们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 熊大熊二 妈妈要出门去找食物了 晚点才回来 你们在家里要乖乖的 知道吗 妈妈辛苦了 可以玩去了 熊大熊二 我们今天准备玩点啥呀 咱们不是和光头强也好了吗 今天一起玩玻璃球 对对对 咋忘了你 现在就去拿玻璃球 熊大 你知道玻璃球放哪了吗 不知道 我们一起去找吧 熊大 我们把家弄得这么脏这么乱 咋办呀 妈妈最近太忙了 熊二 我们先在家里打扫卫生 然后再出去玩 咋样 好啊好啊 妈妈肯定会开心的 熊大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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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去玩玻璃球吧 光头强 等俺们打扫完卫生就去 啊 打扫卫生 等你们打扫完 天都黑了吧 那咋办呀 要是有田螺姑娘来帮你们打扫卫生就好了 田螺姑娘是谁呀 啊 连田螺姑娘都不知道 那好吧 我来告诉你们 田螺姑娘是谁 有一个善良的农夫 有一天 她捡到了一个大田螺 农夫把大田螺带回了家 养在自己的水缸里 救活了大田螺 为了报答农夫 住在田螺壳里的田螺姑娘 趁农夫不在的时候 帮她做家务 这就是田螺姑娘的故事 太好了 我们去找田螺姑娘吧 请她帮我们 这样妈妈就不会很累了 走了 放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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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螺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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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田螺姑娘到底在哪儿啊 出来吧 啊 啊 修大 猫头强 啊 找到了 你们快来看呀 哇 大水缸 啊 记得 故事里的田螺姑娘 就是住在水缸里的 所以田螺姑娘 肯定在这儿 田螺姑娘 你在家吗 咋没有动静呀 难道田螺姑娘 还没起床吗 田螺姑娘 太阳晒屁屁喽 该起床了 让我看看 老头强 你看到田螺姑娘了吗 没有 可能 田螺姑娘不住在这儿吧 那她到底在哪儿呀 我在这儿呀 田螺姑娘 田螺姑娘 嗨 熊大 小月亮 还以为是田螺姑娘呢 啊 小月亮 我听见你们一直在叫田螺姑娘 就想逗你们玩一玩 一点都不好玩 嗯 你们找田螺姑娘干嘛呀 事情是这样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嗯 对不起熊大熊啊 我不该逗你们玩的 嘿嘿嘿 我刚才在那边摘浆果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大田螺壳 你们说 田螺姑娘 会不会住在里面呢 啊 真的吗 小月亮 太感谢你了 错了错了 是这边 哇 好大的田螺壳啊 田螺姑娘 你能帮我们打扫卫生吗 给啊看看 田螺姑娘 你咋不出来呢 哎 怎么样熊二 田螺姑娘 你在家吗 嗯 嗯 不会是出去玩了吧 俺们再等等吧 也许待会儿田螺姑娘就出来了呢 嗯 熊大 我又先回去了 妈妈还在等我的江果做午饭呢 嗯 小月亮再见 嗯 嗯 变了 我想起来了 故事里的田螺姑娘 只有在没人的时候才会出来 真的 真的 田螺姑娘 田螺姑娘 哦 外面没有人 俺们都不在 你快出来吧 哈哈 熊二 外面没人哪来的声音啊 哈哈 嗯 对啊 我们还是先把她带回家看看吧 哈哈 哈哈 嗯 嗯 哦 光肚强 熊二 俺们先躲起来 这样田螺姑娘就以为家里没人了 啊 嘿嘿嘿嘿嘿嘿快蹲下 炫 噓 哦 지고娘咋还没有出来啊 熊二你偷看 没有没有 俺啥都没看见 熊大 你也在偷看 俺才没有偷看呢 光头强 你不也偷看了 我 我是在看你们有没有偷看 俺知道了 难怪天龙姑娘不出来 她肯定知道俺们在偷看 那咋办呀 要不俺们出去走走吧 说不定等俺们回来 天龙姑娘就已经把家里打扫干净了 好主意 好啊好 俺们快走吧 熊大 俺们快回去吧 天龙姑娘肯定打扫好卫生的 再等等 让天龙姑娘再打扫干净点 嗯 那好吧 哇 天龙姑娘打扫得真干净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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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大 光头强 快醒醒 俺们要回家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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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咱还是这么脏呀 啊 啊 天龙姑娘根本就没有来 嗯 嗯 那个 要不 我们再等等 不行不行 太阳快下山了 妈妈马上就回家了 熊儿 我们还是自己打扫卫生吧 嗯 我也来帮忙 嗯 嗯 这么干净啊 妈妈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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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阿门把家里打扫得可干净了 你们做得真棒 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这是哪来的田螺壳 阿门听光头墙讲了田螺姑娘的故事 就想找田螺姑娘帮妈妈打扫卫生 这样妈妈就不用这么累了 可是田螺姑娘一直没有出来 原来是这样啊 光头墙 快过来 田螺姑娘呀 就在这里 这 这哪 你们就是妈妈的田螺姑娘呀 小朋友们 爸爸妈妈每天上班都很忙 记得要多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哦 小朋友们 再见 爱哭的熊儿 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多么美好的一天呐 行 熊熊儿 该上学了 擦擦脸擦擦脸 养时到了 哎呀 熊儿 妈妈都跟你说过了 晚上要收少书包 你咋老是忘呢 再跟你说话呢 哎 熊儿 你咋又睡了 醒醒 醒醒 别睡了 熊大熊儿 快点 知道了 来 快把书包背上 走 走走 这又咋啦 哦 书包开了 熊大熊儿 你们好了没 快点儿 你们先走吧 俺们马上就来 熊儿 你快点儿呀 俺的铅笔盒哩 赤到了 挤到了 熊儿 俺先走了 你赶紧追上来啊 啊 熊大 你别走 你别丢下来 别哭了 熊儿 你看 上学的路都走了多少遍了 你自己可以的 胡妈说的 river 我怕 好 熊大熊二 早啊 山羊爷爷 现在可不早了 下次你们俩要进得早一点 下次不会这样了 快进去吧 谢谢老山羊爷爷 谢谢 快点 熊二 开饭啦 孩子们 都买好了 谢谢老师 熊二 你为啥换俺的苹果呀 俺的苹果比较甜 就想给熊大你尝尝 但是俺不想换 给你 为啥只有俺的是小苹果 拿去吧 俺就试试你的是不是比较甜 你们好了没 开肥呢 可以啦 熊二 过来找我呀 来呀来呀 熊二 你找不到我 来呀熊二 熊大 快来啊熊二 熊大 熊大 来呀 你别跑 你别跑 小心点上 又要哭啦 熊二 你摔疼了吗 你看看 腿没伤着 皮皮也还好 嘿嘿嘿嘿 呀 开笑就没事了 你不要总是哭嘛 你自己也可以爬起来的呀 熊 就应该有个熊样 嗯 打游戏继续吧 嗯 按这算抓到你了吧 嘿嘿嘿 太棒了 哇 哇 孩子们 谁来回答这道题呀 我会 我也会这道题 嗯 让我来回答 我也会 我也会 我来 我来 让我来 我来 不要熊二 不要熊二 熊二 熊二 你来回答吧 两个苹果 加一个苹果 一共有几个苹果呀 苹果 嘿嘿嘿 一个 两个 嗯 嗯 嗯 俺知道看过这道题 又给了一个 嗯 又多了两个 熊大 嗯 老师 俺知道 熊大别着急 我们让熊二好好想想 好吗 嗯 嗯 两个 嗯 两个 嗯 熊大 三个 三个苹果 哎 老师 是三个苹果啊 那三个苹果 再加一个苹果呢 嗯 嗯 嗯 这次 让熊二同学自己思考 好吗 嘿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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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苹果 老师 四个 那四个苹果 再加一个苹果呢 熊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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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四 加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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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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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大跑哪儿去咧 咱还没出来呢 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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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大不见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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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哭了 俺找不见熊大咧 俺不带一个人回家 别哭了熊儿 我好像记得 熊大早就走了呀 熊大你为啥不等啊 熊儿 说不定你跑快点 还能追上熊大呢 这边 光头强 那俺先走了 嘿嘿嘿 熊儿 俺来啦 熊儿呢 光头强 你看见熊儿了吗 嗯 你怎么在我后面 你不是早就走了吗 哦 刚刚落不头的球 卡在树上拿不下来 俺过去帮他 所以才来晚了 熊儿呢 啊 我以为 你先走了 就让熊儿去追你啦 啥 熊儿 熊儿跑得可真快 我快到家里 咱还没看见熊大呀 谁 谁在那里 熊大 阿帕 还好追上了 阿 可是很厉害的 熊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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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只小鸟呀 也没啥好怕的嘛 回家 熊儿便勇敢了 一样 还好 ל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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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不会 小脸 啊 呀 我 就拿十字来倒苹果吧 那四个苹果再加一个苹果呢 熊儿 一 二 三 三 三 熊儿加油啊 二 三 四 四个 四加一 等于飞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耶 终于知道了 快 弟弟真的 天快黑了 得赶紧回家了 熊大 做到了 自己回家了 还会算算数了 熊大呢 在这儿呢 熊大 你咋在我后面 你不是早就回来了吗 嘿嘿嘿 熊大 我能自己回家了 我还会算算数了 我算给你听哦 一加一等于二 嘿嘿嘿 熊儿最棒了 小朋友们 我们已经长大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不要哭 不要怕 拍动脑筋想办法 小朋友们 再见 粉红色球拍 今天是周末 小朋友们约定 一起到幼儿园 打羽毛球 山羊爷爷 山羊爷爷 我来拿羽毛球拍了 是萝卜头啊 山羊爷爷 山羊爷爷 你今天的衣服 怎么和平时不一样啊 换个风格嘛 嘿嘿嘿 不错吧 嘿嘿 我是来拿羽毛球拍的 我们要打羽毛球了 在那边呢 去拿吧 嗯 在这 哇 我就要这把了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好漂亮的球拍啊 女孩子一定喜欢 我也很喜欢呢 啊 哈哈哈哈 自己喜欢就好 嘿嘿嘿 山羊爷爷再见 再见 再见 羽毛球拍来了 嗯 嗯 辛苦了 老伯头 嘿嘿嘿嘿 球拍来了 嘿嘿 嗯 有点松呢 换一个吧 这把不错 不过 粉色 本王族才不用粉色呢 嗯 海特 嗯 嗯 这里有个粉色球拍 你要不要啊 嘿嘿 嘻嘻 这个粉色球拍 不用了 我用这个就可以了 你看 海特有了 萌萌 那就给你用吧 啊 我 我不要 我可是个男孩子 就是 男孩子怎么能用粉红色啊 嗯 嘻嘻王子 您选的什么颜色呀 本王子当然要用 葫芦王冠的 黄色 啊 这个蜂蜜的颜色 啊 这就很好吃 嘿嘿 熊儿 这是我王冠的颜色 不是 是蜂蜜的颜色 要不 你用这粉色的啊 啊不要 女孩子才用粉红色呢 嗯 嗯 真小气 嗯 粉色啊 是女孩子用的 嗯 啊不要 女孩子才有粉红色呢 萝卜桃 快过来打球吧 哦 马上 这个球拍好像有点问题 比赛 开始 熊儿 帮我起来 这球拍 老葡萄看球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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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最領先 耶 你怎麼了 球拍有點鬆 要不你換一把球拍吧 不用了 其實也沒多大問題了 你看 快點開始吧 老蔔頭 快發球啊 看我的 叽叽熊兒又得一分 老蔔頭 你的球拍晃得更嚴重了 老蔔頭 箱子裡應該還有球拍 可以換一把 不用不用 你看修修就好了 第二局比賽開始 看本王子的 發球 我再修一下 怎麼回事 再綁緊一點 老蔔頭 你去換一把球拍吧 沒事沒事 我馬上就修好了 老蔔頭 箱子裡面還剩下一把球拍 要不你先用這個吧 哇 頭不頭 不不不 我不想用粉紅色球拍 要不我用粉色球拍 你用白色球拍 你選一個吧 蘿蔔頭 可以繼續比賽了嗎 蘿蔔頭 你要用這個粉色球拍 還是俺的蜂蜜色球拍最漂亮 耶 熊兒 你本王子用那個球拍了 不要 熊兒 救不給救不給 怎麼了 這兩個球拍 你都覺得不合適嗎 不 其實我喜歡粉紅色球拍 但男孩子用粉紅色會被人笑話的 不會不會 對 我不會笑話你的 可是 剛才他們 孩子們 來吃蘋果了 蘋果 有蘋果吃 大家回來吃蘋果 別急別急 先放好球拍 蘿蔔頭 先吃蘋果了 要不你先試試白色球拍 要這個 我要這個 我要這個 凱特 給 謝謝山羊爺爺 蘿蔔頭 謝謝山羊爺爺 好了 孩子們 吃完好好玩 別摔跤哦 山羊爺爺 你這件新衣服好奇怪啊 就好像把一堆小花披在身上 爺爺 你穿這件衣服 說不定能引來蜜蜂吧 如果蜜蜂在上面炸鍋 就能天天吃到蜂蜜 那爺爺可吃不完 山羊爺爺 你可以多分一些蜂蜜 給俺吃呀 好好好 要真有蜜蜂來啊 爺爺把蜂蜜都給你們 太好了 以後天天要蜂蜜吃了 爺爺爺爺爺爺爺我 爺爺爺爺爺爻 這點渣 這麼一看 山羊爷爷等一下 有事吗 萝卜头 山羊爷爷 你穿花衣服的时候 就不怕被人笑话吗 这 为什么要笑啊 因为女孩子才爱穿花衣服 别人会笑你像个女孩子的 怎么会呢 会的会的 我用粉红色球拍就被笑了 所以才换成白色 其实我更喜欢粉红色的 是这样啊 萝卜头 其实别人怎么说球拍 一点都不重要 只要能用它打好球 别人一样会喜欢你的 看 爷爷穿花衣服 大家还夸爷爷更年轻呢 所以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别人的眼光 我明白了 其实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自己喜欢的才是最重要的 对吧 山羊爷爷 对对对 就是这样 萝卜头 来打球了 快来呀 我要继续比赛了 谢谢山羊爷爷 去吧 我来了 萝卜头快点 准备开始了 凯特 我想换回粉红色球拍 然后我们一起把笔分搬回来吧 嗯 我来接 萝卜头 你别厉害了 萝卜头会拍的样子真帅 我家的后花园 春光明媚 小月亮妈妈要出门远行 放心吧 再见 再见 我们进屋吧 妈妈妈 小月亮 爸爸去趟后院 一会儿就回来啊 嗯 妈妈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啊 后院有生意 啊 爸爸 爸爸 你什么时候种的花呀 啊 你说这些呀 这是妈妈出门那天啊 我把花珠移到这里的 等它们都开花了 我们给妈妈一个惊喜 好不好啊 哇 太棒了 爸爸爸爸 你能给我一盆吗 我也想要自己种花送给妈妈 没问题 这盆呢 叫百合花 你来负责照顾它吧 嗯 我一定会比爸爸种的更好 我的腰好痛 腿好酸呢 爸爸 我好累 才刚开始就累了 更累的还在后面呢 加油哦 啊 后面还会更累 啊 啊 这种花好累啊 要是花能自己照顾自己就好了 小月亮 嗯 快来看这朵凤仙花 哇 爸爸 它为什么没长在花园里呢 嗯 可能是不小心掉在这儿的种子 自己存活了吧 真是个意外的惊喜呀 啊 花没人照顾也能活 小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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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船给花浇水啦 啊 哎 嘿嘿 放在这里果然有用 嗯 怎么沾草里去了 小月亮 你酸草里干嘛呢 嗯 没什么 我在看凤仙花 嘿嘿 哦 凤仙花怎么了 没事没事 对了 要吃早餐啦 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呢 嘿嘿 对了小月亮 要不咱们待会儿 给你的百合花施肥吧 哦 不用 我的百合花放在那儿 长得可好了 放在那儿 什么意思 啊 嗯 小月亮 你花怎么了 没 没什么 爸爸 我上学去啦 唉 真搞不懂这孩子 熊啊 我保证这个假期看完 到时候你来找我拿吧 嗯 太有趣啦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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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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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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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小月亮 别趴着看书啊 对了 你的花怎么样啦 嗯 嗯 这个 要不要爸爸帮忙看一看啊 啊 不用不用 我的百合花 害羞 沒事儿 爸爸就看一眼 啊 不行 不行 現在還不行 小百合花長大開花啦 沒什麼變化呀 那我過幾天再來看看吧 哇 花園裡的花接花苞了 小月亮 小月亮 爸爸 怎麼了 小月亮 你看 爸爸的花長花苞了 我要看 我要看 爸爸的花長花苞了 我的花是不是也長了呢 小月亮怎麼還沒過來 怎麼辦 這個怎麼辦呀 我的百合花 小月亮 小月亮 爸爸 你在做什麼呀 沒有 你背後的是什麼 爸爸 我的花 你的花怎麼變成這樣了 這個 因為 因為 我嫌棄種花太累了 我發現 我發現 鳳仙花不用照顧也長得好好的 我以為 百合花也可以 所以你就把花這樣放在牆角 爸爸 我錯了 我不應該偷來 讓它變成了這樣 知道 知道錯了就好 爸爸 那我該怎麼救我的花呀 不是每一朵花呀 都能像這株鳳仙花一樣 沒人照顧也能好好長大 要想種好自己的花 還是得通過自己的勞動 明白嗎 爸爸 那你能救救這朵花嗎 這個嘛 爸爸爸爸 你快幫幫我吧 你來看看這花多可憐呢 爸爸可以幫忙 百合花有救了 不過呢 小月亮 這次可不能再偷懶了 嗯 我會好好做的 走吧 嗯 就放這吧 爸爸 這樣就能讓百合花活過來了嗎 沒這麼簡單啊 你平常啊 還要多關注百合花的生長 澆水 施肥 都是必不可少的 啊 不是說好要送給媽媽 當作禮物嗎 那具體要怎麼做呢 過來吧 爸爸教你啊 首先啊 你要先學會觀察 肥料 肥料 水不夠了 好重啊 有蟲子 蟲子走開 不見了 啊 打草 會妨礙花的生長 所以一定要拔掉哦 嗯 讓我看看 嗯 嗯 嗯 呀 小月亮 小月亮 熊二光頭強 你們找我有什麼事嗎 嗯 嘿嘿 我們一起去野營吧 會很有意思的 嗯 嗯 不了 我還要照顧花呢 嗯 哇 好漂亮呀 唉 我的百合花 什麼時候才能開呀 希望我的小百合 快點好起來 嗯 爸爸 我的百合花 展花包啦 嘿嘿 嘿嘿 我回來了 都不在家嗎 嘿嘿嘿 媽媽你回來了 歡迎回家 嘿嘿嘿 你們幹什麼去了 嘿嘿 是什麼事啊 搞得那麼神秘 嘿嘿 小心點啊 到了 現在可以睁開眼睛了 啊 這 這是我和爸爸 給媽媽種的大花園 媽媽喜歡嗎 嘿嘿 喜歡喜歡 哦 對了 媽媽這隻百合花送給你 嘿嘿 雖然只是花包 這是小月亮專門為你種的 嗯 謝謝寶貝 只要是你送的 媽媽都喜歡 嗯 哇 百合開花啦 欸 真的欸 真漂亮 我可不來 今天風和日麗 鳥與花香 幼兒園裡真熱鬧 上課啦 老師好 老師好 上課啦 上課啦 哈哈哈哈 孩子們 大風來了 吃草鴨 吹嘴巴 聽 大風又來了 吹什麼 吹腳鴨 好了 孩子們 今天我們上美食課 大家一起做一道美食 好不好 好 好 让老师看看谁来当组长呢 老师 让俺来当组长 俺领着大家去找好吃的 熊大来当组长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没劲 我可不来 孩子们 安排好了就可以去找食材了 老师很期待你们的劳动成果 咱们去活动区集合 快走吧 走了走了 要注意安全 你们觉得 咱们做些啥美食好呀 啊 不知道 俺只会吃 我知道了 我们做烧饼吧 嗯 那是个啥 就是 就是一种像太阳一样圆圆的饼 哇 而且金黄金黄的 像向日葵的颜色 闻起来香奔奔的 又香又脆 越吃越想吃 好想尝尝 啊 那又咋做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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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嘛 我也不知道 以前都是爸爸买给我吃的 好可惜啊 嗯 嗯 嗯 不如 嗯 咱们做水果沙拉 水果加蜂蜜 啊 好 蜂蜜 好 现在大家就去找最新鲜最好吃的水果 好 啊 等等 安咋觉得好像少了谁啊 少了谁啊 嗯 嗯 啊 吃鸡鸡王子 鸡鸡王子 嗯 跟我们一起去摘水果吧 我可不来 你们去吧 本王子要睡觉了 嗯 嗯 我才不想干活呢 熊儿 接住 快点 快点 那我扔了 再来 再来 好嘞 别着急 还有呢 切 在这里 这么多 又一个 嗯 水果的够了 第二个任务 嗯 去收集甜甜的蜂蜜 哈哈哈哈 吃鸡鸡王子来了 鸡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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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比俺还还偷来呢 跟俺们一起去找蜂蜜呗 就是啊鸡鸡 跟俺们一起去嘛 嗯 不要 我可不来 嗯 嗯 快跑啊 熊大呢 俺在这儿呢 你们看啊 熊大太忙了 我就是找到蜂蜜了嘛 有什么好高兴的 没劲 洗水果呀 洗水果 跟我们一起去洗水果吧 我可不来 身上会弄湿的 孩子们 大家要讲卫生 把水果洗干净哦 好 好 好累呀 光头强 偷袭成功 好好玩呀 孩子们 孩子们 大家愿意安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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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哇 做水果沙拉 我來我來 主子 我們叫上吉吉一起來做沙拉吧 嗯 對呀 我們叫上吉吉王子吧 算了吧 反正叫她她也不會來的 再說我們都快做好了 是啊 他们怎么不来救本王子呢 去提醒一下他们 吉祥二姐 吉祥二姐 你能来当忙 真是太好了 本王子只是路过 我可不来 真没价 终于做好了 终于做好了 好棒啊 太棒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猫猫猫你没事吧 我没事 王子来了 真漂亮 还有本王子先尝尝 放我下来 吉祥 你不能吃 为什么 因为你没劳动 我怎么没劳动了 我就是有劳动 就是有 就是没有 没有劳动 反正你就是不能吃 对不对 妈妈 这个 这个 嗯 你们你们欺负我 我要去够老师 孩子们 发生什么事了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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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欺负我 不让我吃膳了 是你没有跟大家 一起劳动 偷懒了 就是 你还说 我可不来 真没劲 我 嗯 吉祥 告诉老师 大家都去找水果的时候 你去了吗 没有 那去找蜂蜜的时候呢 没有 那做沙拉的时候呢 嗯 吉祥 只有参与了劳动 才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劳动果实 这样才公平 明白了吗 嗯 我 我 对不起大家 我错了 不该偷懒不该活 老师 是我不对 嗯 那你答应老师 下次可不要再偷懒了 嗯 老师 我保证不偷懒了 孩子们 好 吉祥也认错了 这次就和她一起分享 好不好 嗯 嘿 好 给 吉祥 以后咱们摘水果 你也要来帮忙哦 嗯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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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来给大家分沙拉吧 好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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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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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姐姐 兄弟 这是你的 谢谢 谢谢 萝卜糖 嘿嘿嘿 谢谢 谢谢 谢谢姐姐 哦 好甜啊 嘿嘿嘿 太好吃了 小朋友们 有付出才会有收获 经过自己劳动得到的果实 会更加向甜哦 小朋友们 再见 姐姐 姐姐姐 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 天气可真好 大树幼儿园里熊大和吉吉正在下棋 吉吉吉 你这快认输吧 本王子才不会输呢 你等着 我 我 你倒是快点啊 吉吉 你别催我呀 啊 啊 这是怎么弄的 本王子怎么从来没见过 嘿嘿 这有啥大 姐豆豆还会更厉害的呢 姐豆豆 再给咱们表演一个吧 嗯嗯 是啊 快快快 我还想看 那好吧 嘿 哎 哎 啊 哇 好厉害呀 姐豆豆你真厉害 孩子们 上课了 孩子们 老师现在来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有什么理想吗 理想 哎 有啊老师 我也有啊老师 我也有 熊大 理想是什么呀 理想就是你长大了想干啥 啊 同学们 今天回去以后 你们都好好想一想自己的理想 下一次我们来举办一个关于理想的演讲比赛好不好 好 还要演讲 我只会玩石头 没有什么理想呀 大树幼儿园放学了 回家喽 哎 熊大 你说我长大以后能做什么呀 嗯 要不你跟俺一起当英雄吧 我 我可以吗 不够结实呀 不过 俺们可以先试试嘛 作为英雄 俺们要守护森林 怎么办呀 哎 螺螃蟑桃 咱们去看看 怎么办呀 螺螃蟑桃 你咋啦 因为这里的水都漏到我家里了 怎么办呢 这样啊 让俺想想 哎 有啦 把土填进去 这样就不会漏水啦 哎 不行不行 这样过路的人都会踩到泥巴的 是 有啦 有啦 嘿嘿嘿 好啦 俺们把水坑里的水 引到花丛里 这样就不会漏水啦 嘿嘿嘿 哇 太好啦 太好啦 是啊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不要着急 做英雄 也要动脑筋 可我觉得我当不了英雄 我还是去找别的理想吧 再见 嗯 轮子 嘿嘿 找到你了 光头乔 嗯 你在干嘛呀 嘿嘿 姐豆豆 我在做发明呢 发明 嗯 我要做一个伟大的发明家 真棒 干头乔 我也能做发明家吗 嗯 当然可以呀 我们一起来做发明吧 嗯 嘿嘿嘿 快来 想这样 把这些东西 装在一起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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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终于完成了 嘿嘿嘿 哦 飞喽 嘿嘿嘿 哦 姐豆豆 你这是什么呀 嗯 这是我的发明啊 嘿嘿 哦 哦 它是一个能在陆地上行走 又能在天上飞的发明 啊 我的发明 嗯 嗯 姐豆豆 没关系的 说不定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呢 哎 光头墙 我看 我还是去找别的雷像吧 啊 再见 哎 姐豆豆 它这是怎么了 哇 姐豆豆 多亏你救了本王子的香蕉 太好了 雞雞王子 姐姐 你的理想是什么呀 嗯 我的理想呀 我以后可是要当国王的 哈哈哈哈 不愧是雞雞王子 那 妈妈你的理想呢 嗯 我的理想呀 就是做厨师 给雞雞国王做好吃的 嗯 厨师 那 那你们教教我怎么做好吃的吗 我先教你做个水果拼盘吧 先把捕好的橘子 放在盘中 摆成一个方向 放两根香蕉在中间 嗯 最后 再放些果片 都好了 哇 妈妈 你好厉害 嘿嘿 谢谢 你也来试试吧 嗯 嘿嘿 嗯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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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做好了 嗯 这 这是什么东西啊 嗯 本王子认不出来 姐姐忙忙 看来 我不适合当厨师 嗯 嗯 野豆豆 啊 你在干嘛呀 我在找我的理想 嗯 你和我一起做树叶画吧 可以当艺术家哦 啊 艺术家 我一直在放啦 呃 嗯 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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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凯特 你的树叶花真好看 谢谢 不好 怎么办 手被教训粘住了 小心 小心一点 凯特 对不起 我的乖 啊 凯特 凯特 嘿嘿 凯特 你看 哦 嘿嘿 啊 嗯 啊 上面 叶逗逗 小心 哇 叶逗逗 你真厉害 凯特 你不生气了吧 你能不能再表演一个呀 没问题 哈哈哈哈 换胡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好厉害呀 太棒了 姐豆豆 你真厉害 你开心就好 以后谁要是不开心 我就用我的表演来逗他开心 哦 原来你的理想是当喜剧演员呀 诶 喜剧演员 对呀 我的理想是要做一名喜剧演员 我要用我的表演让身边的每个人都开心 爸爸开心 妈妈开心 还有小朋友们和老师们也都开开心心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